那个人一代,三十八年前,回国的人很少,来台大,去美国,我们的同学大部分都留在美国,毕业以后,大家都有很好的工作,没有人想回来,张远达回来了,我也回来了。 我们有一梦想,觉得在国外是很辛苦,对不对,我们心目中有一个中华民国,我们要支持他,我比方说,更进步,更开放,科技更进步,能够呢,我们的下一代,就不需要每个人到出国了, 我不做到了,三十多年以后,我回来看,我不做到了,我们努力,我们努力在我们的岗位上,愤愤。 校长加油,跟你想想的人一样,非常多,对不对,现场的贵宾。 每个人都在努力,看着这个国家逐渐要牵着,但是几年前突然改变了,去年,我们的官校党,经过合法的程序,当选, 竟然这个政府,可因为不喜欢,发动了五院,加上了解调单位,铺天开地的风沙。 从民国成立以来,当年的军阀政府,对北大的校长都是很尊重。 一个国家,龙头大学的校长,你竟然不尊重,你不是依法,你竟然用大量的力量想把它逼下去,最后靠了我们的台大教授。 当然,他还不错,当了部长,用抗命辞职的方式,暂时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 那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,怎么会可能发生? 我们所努力的想建设的国家,突然之间改变了,变成退步了,变成了乱七八糟了。 我们以前,三十多年前,所寄望的中华民国到哪里去了? 当年在,跟韩国瑜,你们在选拳的时候,每次我看到满场的国际,感动强酷。 中华民国回来了。 中华民国回来了。 请继续努力,请继续努力,还有两个礼拜,三个礼拜,让我们拨乱反正。 我们大家努力,祝福所有的贵宾,身体健康,万事愉快。 谢谢。 谢谢李教授。